男生要明白一点 只有女生才能看出哪个女生渣 不要质疑 听你女朋友的就好 没有女朋友 来 听本节课 如果一个女生 不仅能让男生喜欢她 连女生都喜欢她 那么她绝对是一个句好的姑娘 就当朋友或恋人 死都别撒手的那种 那如何分辨呢 渣女见别正式开课 装 对于装这件事 男生也就喜欢装装有钱 女生装起来 那是真的分分钟都能拿下奥斯卡 比如一肚子坏水 却装的无辜善良 明明看不得别人好 尤其是自己的女生朋友 还装圣母 大惊无碍 表面帮你 背地坑死你 面对男生 渣女最爱装纯洁 有些行为习惯超级做作 不会好好说话 爱装傻 装柔弱 超级爹 爱瞪大眼睛 看着无辜的男生 开口就是人家啥啥啥啥啥啦 说话还贼喜欢用叠词 就比如说 怎么可以吃兔兔 这种女生 基本上没有玩得好的女性朋友 全是男性朋友 潜在炮友或者是备胎 谈过无数次恋爱 却永远骗你自己是第一次 明明活成黄段子 但是你开车的时候 他就假装听不懂 顺便还害羞的吹你小汹汹 等一下 我怎么也开始跌 操操 所以兄弟们 你眼里哪哪都好的天使异性 不会无缘无故的 被你女朋友讨厌 而假如你单身 碰见这种女生 最好带给身边的女性 妈妈姐姐 或者是玩得好的异性 实在不行 哥们的女朋友 让他看看也可以 如果他们一致讨厌这个女生 那么兄弟你醒醒 千万别成了接盘的老实人 谨记 只有女生才能看清 女生懂什么 都是千年的狐狸 玩什么聊斋呀 爱玩爱美 有男朋友的还装单身 没男朋友的撩一票 以未来女朋友的名义 享受正牌女朋友的一切好处 但她绝对不会出现在你的未来里 明明不喜欢你 但非要想方设法的撩你 让你无法自拔 这种渣女情商一般都比较高 而且爱虚荣 喜欢不劳而获 享受追捧 爱谈小便宜 经常言语或肢体挑逗你 但并不低解 就比如说有时候用小圈圈捶你一下 然后给你整理整理衣领 然后晚上给你发些小甜甜的表情包 特别关心你等等 但在你眼里就像只对你说一样 总会给你希望 你死心塌地的投入 每次都确定非他不娶的时候 又让你失望 等你快绝望的时候 再来回你反反复复 把你控制在假如我要谈恋爱 然后男朋友就是你 但我现在还不想到安全范围 有时候他们会同时撩三个以上的男生 然后接受你的礼物 约会等等 就像带着无限希望的无底洞 你花了不少钱 但有天发现他手里还吊着一把你的铜款 而且他还在骑旅找马 等待更好的 记住 如果你贼爱一个女生 但不确定他到底爱不爱你 那他一定就是不爱 只是不想放弃你这个备胎 才若即若离套路 你占你便宜 所以兄弟们赶紧撤 绿茶表 这类女生特质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 妆 她们一般爱直发 爱说自己今天素颜特别丑什么的 但要懂 她所谓的素颜 其实是更高级的素颜妆 片面直单而已 女生一眼就知道她的眼 贼爱故意瞪大眼睛 无辜的看着男生 时常展现可怜弱小又无助的神情 经常对想撩的男生假装盲目崇拜 口头的眼睛就是 哇你好棒呀 真的吗 人家都不知道 你好厉害呀 等等这种正常女生说起来 就会起鸡皮疙瘩的话 就是她们永远温柔善良人处无坏 对男生没脾气 白天是岁月静好 爱在晚上上演电视剧 比如说发一些贼好看的哭哭的照片 或者是经常出现 什么宝宝好委屈呀 好难过呀 等忧伤抑郁的文字 就想让你轻轻抱抱去高高 其实这种也算不错 错的是啥吧 就是这种女生空有绿茶 无害的外表 心肠却不好 对同性做损人利己的事 对异性真的很难爱 如果你没有同样的心机 跟其匹敌 女生很少跟这种人当闺蜜 容易被坑死气死 男生如果跟这种女生谈恋爱 容易被虑或者是呈受伤的炮灰 和前任纠缠不清 比起前男友 其实个影人的女友还比较多 尤其是当前任有了新的女朋友 这种女生往往无法接受 时不时出现矫距 没事找事 让前任帮个忙了 或者是看前任吵架 过去当温柔的好姑娘 更有甚者会在社交圈 叫往前任的现任 他们眼里 只要他爱过的男生 即便他不要了 也得让对方时时刻刻保持爱意 不能随便便宜了别的女人 心机表小三尚未 常见的狗血套路也就不多说了 这里主要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他们如何干掉你的女朋友成功上位的 还让你觉得自己的女朋友很坏 他才是你的真爱 这种女生不会上来就说喜欢你 首先他会成为你的红颜之际 让你觉得只是朋友关系 这样当你女朋友生气怀疑的时候 你一点道德压力感都没有 只会觉得女友是在没事找事不信任你 他跟你的女朋友是完全相反的性格 对你总是温柔体贴 在东宁哪里每次出现也必妆容合适 而且让你看着很舒服 你跟女朋友吵架 他会是温暖的避风感 而且女友吃醋时 他会主动跟你说 要不要我去跟他解释一下 我不想破坏你们的感情等等 总之你对比 一边就是无理取闹的女朋友 一边是清白善良可爱 永远有话聊的他 等你和女友矛盾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在你心里的美好就会越来越多 他会在很合适的时机表白 并营造一种 我就这样静静爱着你就好 不想破坏你跟你女朋友的感情之类的假象 但此时你已经完全没有了理智 只觉得这个总是特别柔弱善良 并且还如此爱你的天使才是真爱 没有你他完全活不下去 所以你跟你女朋友分手 一般还有句类似的台词 对不起 他没有你好 但他不能没有我 你不知道的是 你眼里的软妹子 背着你对你的现任使了多少坏 你其实就是个傻子 他早就步步无垠设计好了你要走得齐 但你还是觉得他是天使 其实那是魔鬼中的天使 两面插刀背后使坏 女人跟女人的塑料姐妹话太常见了 而且有的女生做得很过分 损人利己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玩的特别好 尤其是喜欢背后插鬼秘 室友同时刀 接近所能四处造谣 恨不得拿张嘴毁了他们讨厌的人 见不得别人好 有男生在 他们永远是善良的温柔的脾气最好的 男生不再秒变脸 满嘴脏话生殖气 同时这种女生最爱背地使坏 喜欢搞小团队孤立别人 为了他们的利益 不惜伤害别人不择手段 脚踏多之船 比起同时和几个男生 暧昧更恶心的 就是同时和几个人谈恋爱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他独一无二的真爱 至于怎么鉴别 兄弟们要注意了 如果你的女朋友总有借口消失几天 或者是重大节日 比如情人节 彼此生日等等 每次都有理由不出现 或者是出现的时间极短 从不跟你谈婚论家爱撒谎 估计撒了你也看不出来 拨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 有意避开你 以上这些情况如果同时出现 不能说百分之一百 但他极有可能藏了谋逆 可能有点损 但总不能让他全方位的虑你 所以出其不意的查查他手机吧 会有惊喜 爱算计 这种女生不管是跟恋人 还是朋友闺蜜 总嫌便宜没占够 还理所当然的 享受大家为她的付出 跟男友闺蜜出去吃饭 从来不掏钱 更不AA 大学室友工作后的同事 带饭给他从来不还钱 借钱借东西 借给他就是肉包子砸狗 你生气了 他还会当场跟你翻脸 四周说你坏话 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让我把他当朋友 他还怎么怎么 跟这种人别怕谈钱 谈钱不会伤感情 因为他们压根就跟你没感情 他们只跟你的钱有感情 认识这种女生 真的是倒了八辈子 眩眠了出轨 这点就不用多说了 记住 从他第一次虑你 分就对了 这种情况 如果哪位人兄能够原谅 那此人之志可吞天下 痛苦大于快乐 不管别人对他评价有多好 他各方面条件有多棒 一段感情 只要他给你带来的痛苦 多过于快乐 那么这个人就是错的 所以我劝兄弟们 早点放弃那些沉默成本 及时止损 OK 本节课就先讲这么多 下节课我们接着聊 同学们再见